小小愛心會在每個月都會固定的捐贈百米 來幫助地方競貧弱勢家庭 17號的上午更是帶了80包的百米 希望藉由秀林鄉代表陳美蓮的協助之下 將物資轉贈給地方真正需要的弱勢家庭 一包包的百米堆疊起來運送下車 整齊排放在旗樓桌面上 這場景可不是什麼拍賣活動 而是小小愛心會所帶來的愛心 今天是秀林鄉是那個陳代表 他透過我們的小小超美的老闆娘說 在秀林有弱勢鄉親北區南區 因為疫情關係家庭因素關係中秋節快到了 他們連米都買不起 所以希望我們能夠小小愛心會 他們真是聽說我們有一個散心米會 所以他透過關係找到我們 然後我們當然一不容辭 就把這個80包的米 然後捐出來 希望盡我們一些小小的力量 讓我們這些鄉親能夠得到大大的暖心 祝他們中秋節快樂 小小愛心會這次帶來80包 總計有240公斤的白米 希望藉由秀林鄉民代表陳美蓮的協助 將物資轉正給地方真正需要的弱勢家庭 其實像我們秀林鄉很多 除了低收入戶之外 還有一些比較多是淨品 還有像我們有一些村他們就是孩子也很多 那有的是打零工的家庭很貧困的 其實這樣的比例其實獎勢也是蠻多的 而且我們秀林鄉也算是前三名比較貧困的鄉鎮 所以也很謝謝大家的愛心 我們會把大家的愛心都發射到我們這些很需要的家庭 小小愛心會是由一群熱愛公益的社會人士所組成 從101年穿會以來至今已經邁入第9年 會員們以每個月500元的小額捐款 將小小的善心化成對弱勢最大的幫助 也期盼藉由這些善舉達到拋磚淫喻效果 讓更多人重視到社會弱勢問題 記者徐立芹花蓮市報導